这里是瓦斯鲁 瓦斯鲁的正上方呢 那通常会有这个抽油烟机 那现在很多抽油烟机的上方 还会有这个橙柜 把我们抽油烟机主要的这个马达 藏在这里面 好那现在大部分的梁都是在哪里 都是在这边 所以从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上方它就是一个梁 那瓦斯鲁上方有梁呢 就仿见了一些讲法 就是这对女主人的身体健康啦 对女主人的人际关系啦 经济啦 事业啦 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因为这个梁长时间压在女主人身上 好那讲到这里呢 来有没有听到刚刚一个关键点 梁长时间压在女主人的肩膀上 所以啊要成就梁压这个瓦斯鲁 有一个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女主人必须要长时间 在瓦斯鲁前面煮东西 这个梁才压得到她 长时间的定义是什么 各位朋友你要很冷静客观的去思考哦 如果呢你们家的女主人或是男主人 你一天朝过三个小时在瓦斯鲁前面煮饭 这个就叫做长时间的 换句话说呢 如果你一天你可能也就三分钟 三十分钟在瓦斯鲁前面煮饭 那算压吗 那就不算压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哦 现在的这个梁原则上都是在 它是在瓦斯鲁的上面没有错 可是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啊 瓦斯鲁的上面是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在上面是 是我们有门的这个橱柜 所以这个梁它又裸露出来吗 它没有裸露出来 它是被包覆在我们瓦斯鲁里面的橱柜的 既然被包覆起来 你觉得它有压到女主人 或是压到男主人吗 是没有的 那所以啊 针对未来如果说你们在买房子 还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希望各位朋友 我先不用这么紧张 就是我们先冷静客观的去判断 我在厨房我待的时间到底有多长 我的这个烹调习惯 我是不是每天会长时间的大火快炒 还有最重要的 我如果我上方真的有凉 我是不是已经被抽油烟机挡起来啦 是不是已经被这个橱柜包覆起来啦 如果以上都是 那这个就不构成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凉压 这个瓦斯鲁或者所谓的凉压灶 当然啦 因为呢 我们今天的业主 比较严谨啦 那比较严谨你们可以从画面的左边 看到这里有一对铜麒麟 对不对 他会觉得说老师 你讲的我都能够接受啦 OK啦 那可是我的亲朋好又来 就是一直会说 你这个是凉压灶 那风水煞气很严重 好啦 那我们的一个节目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把正确理性客观的观念 传递给大家 那他不是风水煞气 那后续 你要不要摆铜麒麟这件事情 你就回归到你个人的喜好就好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 很喜欢中国传统的吉祥物 什么麒麟啦 皮羞啦 龙龟啦 凤凰啦 龙啦 这一些喔 那当然这些就是你个人的喜好 你要怎么摆 那是你的自由啦 哦